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我有两个说法 第一 现在不是处理这些事情 当你赋予了他的权力的时候 到时谁入闭 已经不同了 第二 以前的选民不知道他有这个权力 到你的选民知道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会转变投票的取向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都是没有信心 你自己怎么看呢 这是一个过程来的 就算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 都是选了一堆蛇带饼种出来的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像你所说 其实有一人一票普选特首 每个选民都会精明了 当他们知道每个区议员都有提名权的时候 政党的生态都会不同了 就算有些区以前觉得没有政策 不下了 现在都会倾筹而出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说 就是说其实 你都相信这样的方案 会强化了政党政治 其实我觉得强化政党政治对香港 没问题的 是好 而且是好 你硬要逼那些区议员勝利 那他们就不会只靠那些东西 这个我和你都有共识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